第941章 咒术反噬 霍冰燕所说的话 种种的行为 倒是把黄小龙给逗乐了 首先来说 霍冰燕对黄小龙一见钟情 其实这道很正常 毕竟黄小龙道法天下无敌 又是阴天子 霍冰燕本身是个道士 偶然被黄小龙身上的一丝气息吸引 那是很正常的 再说了 黄小龙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和较高的颜值 早就不是当初那农村孩子了 吸引个把优秀的女人也说得通 关键在于 霍冰燕真是变态啊 她想独占黄小龙啊 用歹毒的咒术 让黄小龙在其他女人面前 失去原始的反应 真变态 黄小龙笑了笑 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 在黄小龙耳边不停咯咯咯地娇笑 怎么 你怕了 霍冰燕笑看黄小龙 得了 我会害怕你这区区咒术 黄小龙耸了耸肩 开始吧 你是要我的农历生辰八字 还是头发 还是指甲 不过 我劝你不要拿我的农历生辰八字 我的八字太大了 会反噬你的 黄小龙说的都是大实话 一脸认真的表情 霍冰燕却是扑斥一笑 略有些妩媚的道 不错 你这人还挺幽默的 看来我真没选错男人 我呀 平时修炼道法 都是很枯燥的 其实我蛮喜欢有幽默感的男孩子 能逗我发笑 别荡漾了 黄小龙摇了摇头 利索点 你是我的 霍冰燕狠狠地看了黄小龙一眼 像是恨不得一口把黄小龙给吞了似的 说完 霍冰燕拿出一张空白符纸 用剪刀剪成一个小人的形状 又用朱砂笔 再指人勾勾画画 写出一个个复杂的符传 你的头发 给我一根 霍冰燕抬头看向黄小龙 嘿嘿 我倒是很期待你的咒术 黄小龙也不磨叽 直接拔了一根头发 交给霍冰燕 霍冰燕又扯了一根自己的青丝 然后把两根头发 麻花式地缠绕在一起 口中念念有词 最后 将绑好的头发 缠绕在指人上面 从今天开始 我和你 就一生一世缠在一起了 霍冰燕似笑非笑地看着黄小龙 其实 他这个咒术 一生之中 只能使用一次 可以将自己心爱的男子 永远留在身边 但是 这咒术 有强大的反噬之力 一旦咒术失败了 那么 霍冰燕得把自己赔进去 也就是说 他现在咒黄小龙 没有成功的话 他以后一生一世 就只能成为黄小龙的女人 在面对其他任何一个男人的时候 都会失去女人最原始的反应 变成冰冷的使女 很有趣 黄小龙似乎感应到了 那张指人上 流动的倒立 以及诅咒之力 霍冰燕神情变得无比专注 口中又开始念念有词起来 他将指人抛在空中 刹那间 指人燃烧起来 一道极为凶猛的力量 直接朝黄小龙冲击了过来 霍秋别墅的客厅里 几位小姐 你们喝茶 喝茶 霍秋倒是极为热情地款待了马初夏 慕惠 以及慕惠的三个室友 霍先生不必客气 马初夏戒备森严 如今 黄小龙正在和霍冰燕斗法 马初夏也感觉到 刚才两股妖风 随着黄小龙一起去了 他估摸着 青青和小红 两只贪玩的小妖怪 恐怕已经去看热闹了 所以 在这个时候 基本上暂时就只有马初夏一个人在保护霍秋 额他身旁还有孙父的今生墓会 马初夏也担心 杜石娘趁此机会 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空隙 突然来袭 虽然马初夏在道法 鼓舞 以及体魄方面 都极为的强横 又有黄小龙给他炼制的飞剑法宝 但要独立应付一尊鬼王 这是马初夏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难免有些紧张 呼不要紧张 鬼王嘛 我可以对付的 跟了小龙这么久 如果还不能独当一面 我也太差劲了吧 我这个小老婆 可不能给我们家小龙丢脸 马初夏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态 与之同时 别墅外 一棵树上 杜石娘骤然激动了起来 那小道士 还有两道让人忌惮的妖气 同时离开了别墅客厅 而李甲那畜生的金生 霍秋 就在客厅里 好 好 就是现在 杜石娘已经顾不上考虑太多了 哪怕是一个陷阱 哪怕换来的是魂飞魄散 她都必须要试一试了 她的怨气 积累了足足四百年 如果还得不到化解 她也会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 杜石娘全身爆发出一股凶利之气 旋即 化为一道阴风 污的一下 与空气摩擦 迸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 直接吹入别墅客厅 在别墅的大门口 或冰厌埋的一张玉鬼符 一张阵煞符 感应到杜石娘的鬼气 立刻自然 并化为两道金光 直接绞杀杜石娘 滚 杜石娘长袖挥舞 森森鬼气滂沱而出 将那两道金光 不费吹灰之力地扑灭掉了 哼 霍秋的别墅 直接陷入一大片阴森的鬼气之中 仿若变成了一个恐怖的阴宅 书房 诅咒之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扑向黄小龙 我说过 你是我的 霍冰厌眼中 掠过一抹猎人捕获丰美猎物时 那种喜悦的表情 未必呢 黄小龙轻轻伸出手 整条手臂 符文转字吞吐闪烁 他整个人也神威绽放 下一秒 黄小龙一挥手 诅咒之力竟然反弹回去 啊 霍冰厌连躲都躲不及了 那道诅咒之力 就好像是一条绳索 将他死死地捆住了 刹那间 霍冰厌的郊躯 剧烈一颤 目光变得呆滞起来 那道诅咒之力 就好像是蛇一样 钻进了他的体内 钻进了他的根骨之中 钻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反噬 他没有咒到黄小龙 却遭到了反噬 从此刻开始 他一生一世 只能够成为黄小龙的私产 在面对其他异性的时候 不但不会有丝毫动心 反而会产生厌恶 呀 公子 有阴气 那杜石娘闯进来了 轻轻的声音 忽然在黄小龙耳边响起 很快 两道妖风 就直接朝客厅略去 黄小龙目光看向客厅方向 嘴角微微一扯 杜石娘 我就是要等你自投罗网 话音刚落 黄小龙直接泡出一张福传 这福传化为一道流光 也是朝别墅客厅方向急闪而去 速度竟然比青青和小红 还要快了几分 这时 别墅客厅内 竟然涌起了一大片雾霾 阴冷的寒气 仿若无孔不入一般 从四面八方渗了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 霍秋全身打哆嗦 脸上布满了惊恐之色 木慧和他的三个室友 也是瑟瑟发抖 咯咯咯 雾霾之中 有一把飘忽的女生传来 真是想不到啊 李贾 孙父 你们两个畜生 都在这里 都别乱动 马初夏站了起来 心念一动 锁定了阴气雾霾之中 杜石娘的位置 杜石娘 你这厉鬼 简直不可理喻 有我在 你休想得逞 话音刚落 马初夏一挥手 一道锋芒毕露的剑气 直接斩向杜石娘 剑笑如龙 马初夏也不敢怠慢了 生死关头 直接把杀手剑 黄小龙送给他的飞剑 记了出来 多管闲事 滚开 杜石娘一甩长袖 忽然之间 他的袖子 就好像是流云浮动 流光溢彩 变得遮天蔽日 似乎将整栋别墅都填满了 袖子之上 滚动着雷火式的鬼气 飞剑直接被袖子裹住 扑 不薄撕裂的声音响起 杜石娘的长袖被飞剑斩得爆碎开来 化为漫天的碎屑 可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杜石娘已然是扑到了霍丘生前 食指如钩 声声抓向霍丘的脑袋 力声嘶吼道 李贾 你这负心薄性的畜生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什么李贾 怎么回事 霍丘颤声尖叫了起来 第942章 超市失踪事件 在这生死一线的时候 霍丘的魂都快被吓得蹦出体外了 说时迟那时快 两道妖气如旋风一般刮了出来 哄 首先 是一条庞大的绿色巨蟒 几乎是要将别墅给拆了 吞云土雾而来 星红的蛇信不断吞吐着 獠牙风锐 蛇谋之中 闪烁着暴怒的光芒 在绿色巨蟒后面 则是一只长了八条绚烂尾巴的红色狐狸 两只小妖怪杀来了 电光火石之间 杜石娘已然知道 自己如果不放弃杀死霍丘 那么很有可能 就要被两只妖怪给生吞了 如果现在杜石娘收手 那么 她还有一线生机 可以逃顿 但杜石娘的执念太深了 她宁肯魂飞魄散 也要杀死霍丘 就在这时 一道符传 爆发出刺眼的金光 抢在青青和小红之前 蕴含着横推一切的霸气 飞掠而至 轰 金光和符传 幻化成为一只金色大手 掌纹清晰 将杜石娘直接钻住 阿不 我不甘啊 我不甘心 杜石娘全身痴痴痴的青烟直冒 却是再也无法逃脱金色大手的掌控 健壮 轻轻和小红奇奇松了口气 变为人形 落在了一片狼藉的大厅之中 对着杜石娘咬牙切齿的道 该死的小鬼 差点就让你得手了 幸好我家公子手段通天 霍秋直接吓得昏厥了过去 沐会和他的室友们 用毛骨悚然的眼神 看着半空中 被金色大手牢牢抓住的杜石娘 又看了看青青和小红 这两个娇俏可人的美女 脑子里面 全部都是巨大的问号 够了 杜石娘 你已经输了 我故意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来杀霍秋 而且木会也在这里 可是 你不中用啊 黄小龙那慵懒的声音 不疾不虚地传入到了大厅之中 好了 我也不想再和你浪费时间了 到此为止吧 你输了 黄小龙闲停信不斑走到大厅里 看着鬼体 正在不断被金光消磨的杜石娘 你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杜石娘惊恐欲绝地看着黄小龙 黄小龙的种种手段 简直让他匪夷所思 在他心里 黄小龙已经上升到了一种无法战胜的恐怖大魔王的地位 这并不是说黄小龙的战斗力有多么强 而更加震慑杜石娘的 是黄小龙竟然能够比他更快一步 找到李甲和孙父的今生 他用了400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 黄小龙一夜之间就做到了 我 我 我服了杜石娘哀怨的道 你的那些姐妹都在我这儿呢 你先和他们团聚吧 黄小龙咧嘴一笑 将杜石娘收入阴魂筒 很快 笼罩在别墅内的阴气和鬼气 就烟消云散 一切恢复正常 霍秋也是悠悠转醒 目光略微 还有些呆滞的看了看四周 好了 霍先生 一切麻烦都解决掉了 马初夏如是重负的对霍秋道 然后看向墓会 你也安全了 随时可以回学校去 爸你没事吧 这个时候 霍冰宴从书房里急匆匆的跑了出来 没事 没事 冰宴还真和这小伙子说的一样 有厉鬼要害你老爸我太惊险了 刚才的场面 差点把你爸给吓死 霍秋心有余悸地道 顿了一顿 霍秋用暧昧的眼神 看了看自己的女儿 又看了看黄小龙 低声道 冰宴 你和这个小伙子斗法 结果如何 挨霍冰宴叹了口气 满脸飞红 旋即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这种目光里 蕴含了本能的深沉爱意 以及绝对的臣服 就好像在霍冰宴的眼睛里 只能够容下黄小龙一个男人 爸从今天开始 女儿就跟着他了 他是女儿的老公 也是女儿这辈子唯一的老公 离开了老公 女儿会死掉的呢 霍冰宴娇嗲得道 姥姥老公 霍秋骇然欲死 这么快 嗯啊 霍冰宴一脸柔情似水地点了点头 扑公子 恭喜啦 又白捡了一个老婆 小红在旁边扑斥一笑 嗨嗨小龙 你动作很快啊 马初夏有些吃醋的道 黄小龙无奈得很 他向我下咒 结果被反噬了 以后 他在面对我的时候 就是个荡鹅 那啥父 在面对其他任何一个男人的时候 就变成冷冰冰的使女 嘿嘿 小老婆 这可不是我故意的 是他自己陪了夫人又折兵 吃醋归吃醋 但马初夏 但不会反对黄小龙 有三妻四妾 以黄小龙的身份来讲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老公 霍冰宴赶忙跳了过来 挽住黄小龙的胳膊 小鸟依然似的 靠在黄小龙身上 这女的够骚啊 轻轻有点看不惯的 别了别嘴 当下 霍秋安排府上的庸人们 把别墅重新整理一遍 黄小龙是他的救命恩人 又亲眼目睹了黄小龙 那通天彻地的手段 他对黄小龙 也是恭敬尊重得很 黄小龙让霍秋 给他安排了一个 环境僻静之地 这是在扬州城郊外的一个庄园 乃是霍秋名下的一份产业 庄园内 慕惠和他的室友 已经回了学校 黄小龙 马初夏 青青 小红 以及死缠着黄小龙的霍冰宴 进入了庄园 黄小龙将杜石娘 以及他的姐妹 几十只子伊丽鬼 都放了出来 这些鬼 悬浮在天空中 脸上布满了 颓然挫败的表情 他们对黄小龙的手段 倒是彻底服气了 不过就是鬼体之中 还一散出来了恐怖的怨气 长此以往 最终就会变成嗜血如狂的超级大利鬼 大师 我和姐妹们 愿赌服输 希望大师能够给我们一次机会 留在大师身边 好好伺候大师 杜石娘和紫衣女鬼们 齐齐地向黄小龙居了一躬 黄小龙笑了笑 如今东营地服鬼差 携东营历鬼而来 我倒正是用鬼之计 你们资质不错 这就跟着我吧 也算是你们的一场造化 说完 黄小龙盘膝而坐 开始送念佛经 请客之间 杜石娘和那些紫衣女鬼 便是沐浴在了一道道神圣的光辉之中 鬼体中蕴含的力气 怨气 执念 被不断地化解 不多时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在这山庄的上方 天空之中出现了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像 宛如实体 这佛像身披袈裟 手持缠杖 挂着宝珠 后悬红日 宝箱庄严 一种大慈大悲的气息 充斥在了天地之间 见状 马初夏和霍冰宴 都是情不自禁的双手和石 对着天空中的佛像 默默地礼佛祷告 就连青青和小红这两只小妖怪 心思也是变得无比的虔诚 他们的妖气 仿佛都得到了进化一般 终于 杜石娘和紫衣女鬼们 几百年积累的怨气与执念 终于化为乌有 他们身上 再也没有一丝丝恐怖的鬼气 所有的仇恨和怨毒 化为尘土 烟消云散 哪怕是马初夏和霍冰宴 这种倒数不俗的人看来 也分辨不出 杜石娘与她的姐妹们 是鬼了 就好像是一群奇年玉帽 轻力脱俗 妖鸟拼廷的古代美女 带着出臣的气质 来到了现代 多谢大师超度 杜石娘和她的姐妹们 都是贵服在了黄小龙身前 得到了超脱式的 对黄小龙 充满了虔诚与膜拜 好了 你们用鬼力 幻化出现代的服装吧 穿成这样倒是不伦不类的 黄小龙嬉嬉一笑 很快 杜石娘和她的姐妹们 摇身一变 一个个都变成了 时尚漂亮的现代都市女郎 有的穿着OL制服 有的穿皮衣皮裤 有的穿牛仔裤与绒服 当真就是环肥艳瘦 活色生香 扑小龙 你看看你 现在身边多少美女 全天下男人 都会妒忌你的 马初夏忍不住在一旁 咯咯咯咯的娇笑道 霍冰燕拉着黄小龙的衣袖道 老公 你怎么到处拈花惹草的呀 连这些古代的女鬼都不放过 你的口味真重 真杂啊 别在我面前唧唧歪歪的 你想跟着我就得听话 要是不听话 你就滚犊子 留在扬州城 黄小龙美好气得道 在黄小龙面前 霍冰燕就好像是个 天生受虐狂一样 仿佛黄小龙越是骂他 他就越开心 越爱黄小龙 这种状况 让马初夏和青青 小红 都嘖嘖称奇 在庄园内住了一晚上 次日一早 黄小龙便是准备离开扬州 没有确切的目的地 而是全国四处走走 虽然 黄小龙以殷天子的身份 颁布了圣旨 让所有华夏厉鬼 灭杀东迎来的鬼和鬼差 但如今恐怕在华夏不少地方 已然是有不少东迎厉鬼 在兴风作浪了 距离那些东迎鬼差 在京城聚会的日子 还有一两个月 趁此机会 黄小龙也是准备四处随机的闲逛 但凡遇到东迎厉鬼 或东迎地府鬼差 就直接抹杀 杜石娘和他的姐妹们 若是都待在身边 倒也极为惹人注目 索性 黄小龙就暂时让他们进入阴魂筒 如此 黄小龙带着马初夏 青青 小红 以及死皮赖脸的霍冰宴 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扬州城 几天后 黄小龙等人 便是来到了正江市 之所以来到这正江市 乃是因为 黄小龙和马初夏 以及霍冰宴 同时感应到了 这座城市 覆盖在浓郁的阴气之下 黄小龙更是嗅到了 东迎厉鬼的味道 嘿嘿这正江市 有大量阴魂厉鬼作祟 而且不乏东迎厉鬼 黄小龙眼睛微微一眯 这回 我可要大开杀戒了 小龙 那我们就在正江市逗留几天 说不定 还能够发现 东迎地府鬼差的下落 马初夏精神振奋 当下 黄小龙等人 便是在正江市的市中心 找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开了一间几百平米的豪华总统套房 小老婆 你先查一下 最近正江市 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灵异的事件 黄小龙对马初夏吩咐道 好的 马初夏点了点头 小龙 正江市的阴气这么重 肯定有很多灵异事件发生 玄学会在正江市也有分布 我马上联系我手下的道士 接下来黄小龙打开阴魂筒 将杜石娘 以及她的所有姐妹们 都放了出来 大师 房间里 杜石娘和紫衣女鬼们 跪了一地 你们帮我做点事 黄小龙吩咐道 这座城市有大量鬼祟出没 你们去给我查 是 大师 杜石娘和紫衣女鬼们 领命而去 化为一道道鬼气 从落地长窗窜了出去 不多时 就有一名胡子花白 穿着道袍的老道士 来到了黄小龙的房间 小龙 这位就是玄学会 正江分部的负责人 马初夏介绍道 老道士对着黄小龙和马初夏 深深一鞠躬 黄先生好 会长大人好 欢迎两位来到正江 恩你道立马马虎虎还凑合 黄小龙看了老道士一眼 玄机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应该知道正江市最近发生的灵异事件吧 文言老道士全身哆嗦了一下 脸上浮现出来一抹惊恐之色 是 是 会长大人 黄先生 最近半个月以来 正江市接二连三地发生匪夷所思的灵异事件 我们 我们都快焦头烂额了 不要着急 慢慢说 一件一件地说 马初夏安抚着老道士的情绪 爱以前 正江可是很太平的 纵然有阴魂厉鬼出没 但都是小打小闹 可最近 真是邪门了 老道士整理了一下头绪 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因为近期发生的灵异事件 也太多了 那我就先说说 海力超市的事吧 海力超市 是咱们正江最大的连锁超市 每天的人流量 至少都有上万人 最近 最近半个月 几乎每天 都有人在逛海力超市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失踪 老道士眉头紧锁 颤声道 前前后后 就我们掌握的情报来讲 已经失踪了一百多人了 而且 这些人 几乎都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 哪怕是调取了超市的监控录像 也没有丝毫发现 这一定是灵异事件 到底是什么厉鬼在作祟 一百多人失踪啊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而且 这个数字 每一天都还在递增 要不是海力超市封锁了消息 恐怕早就乱套了 但超市方面 也绝对撑不了多久了 哦 半个月失踪了一百多人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黄小龙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对 对 黄先生 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老道士哭丧着脸道 我们都束手无策啊 老公 我们马上去超市瞧瞧吧 霍冰宴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拉着黄小龙的手 第九百四十三章 鬼话 那老道士带路 黄小龙 马初夏 霍冰宴 青青 小红 一起离开了酒店 前往海力超市的总店 十几分钟之后 众人下了车 跃入眼帘的 是一个豪华气派的大型超市 一共有好几层 超市外面的停车位上 已经停满了车 这个超市的人流量很大 大门口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就这个超市 半个月之内 失踪了上百人 马初夏猝了猝眉 玄机难难道 好奇怪啊 没有感觉到明显阴气 按理说 如果吞了上百人 一定是怨气和阴气极为恐怖的厉鬼 可是 对 没有阴气的存在 霍冰宴也是个道士 论道理 也就是比马初夏差了一筹而已 此时也是用极为专业的口吻道 这个超市人流极为恐怖 人越多 阳气就越胜 现在又是大白天 所以 就算有鬼 也不太可能跑出来作祟的 黄小龙笑了笑 问道 那些失踪的人 一般都是在什么时间段失踪的 黄先生 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傍晚 也就是六 七点钟的时候失踪的 老道士回答道 行 超市的负责人 你认识吧 黄小龙笑了笑 认识 认识 黄先生 会长大人 我这就带你们去见超市老板 老道士忙不迭地道 超市最顶层 办公室 今天恰好海力超市的老板 以及他的一个好友 都在这办公室里商量事情 这海力超市的老板 也是认识老道士的 一见老道士登门拜访 他那焦躁不安的脸上 勉强挤出一抹笑容 阿洪道长 您来了 请坐 请坐 众人坐定 黄小龙一看 海力超市的老板 是个四十来岁的敦式男子 面向忠厚 他的名字很女性化 叫做胡海力 坐在胡海力身旁的 也是郑江市上流社交圈子里的人物 是郑江大学的校长 敏一飞 敏一飞比胡海力的岁数小一些 三十来岁 黄小龙一看敏一飞的面向 便是微微摇头 此人印堂狭窄 眼尾上吊 人中短 乃是心胸狭隘的小人面向 老道士把黄小龙等人 介绍给了胡海力和敏一飞 他们倒是把黄小龙亮到一边 一听说马初夏是华夏玄学会的会长 又是个极品动人的大美女 便对马初夏阿谀奉承得很 马会长 您可一定要帮帮忙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我 我都快崩溃了 胡海力哭丧着脸道 胡老板 你不必客气 我们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处理你们超市 接连有人失踪的事情 马初下一本正经的道 具体情况 你再简单说一下 好好 胡海力惊恐不已的道 正如红道长所说 我 我这超市 是撞鬼了 情况是这样的 最近半个月以来 每天都有来超市购物的客人 莫名其妙的失踪 看监控视频 失踪的人 在进了超市之后 就没见出去过了 但是咱们绝地三尺的找遍了 根本找不着 不要说人了 就连 就连尸体都找不到 我在正江市 还有一些人脉 勉勉强强 能够把这些事情遮掩住 出钱安抚失踪者的家属 可是 只包不住火 再这么搞下去 我 我迟早要完蛋啊 马会长 您快帮帮老胡的忙吧 敏依飞也在一旁求情 不过 看向马初下的时候 眼中流露出一抹贪婪之色 很明显 此人是垂涎马初下的美色 黄小龙淡漠讥讽地扫了敏依飞一眼 旋即对胡海利道 不用那么麻烦去分析什么 你这超市的问题 我已经了然于胸 的确是灵异事件 所有失踪的人都和厉鬼有关 这话一说 所有人都有些发愣 包括马初下和霍冰宴 都有些错愕 刚才在超市大门口 明显是没有感觉到阴气的 现在黄小龙言辞凿凿的肯定 是阴魂厉鬼在作祟 难道说 黄小龙发现了马初下和霍冰宴 难以察觉的蛛丝马迹 这 胡海利和敏依飞 都有些质疑黄小龙 这是我家男人 他的倒数 比我强大十倍百倍不止 马初下爽快地说道 他能够完美决绝世界上所有的麻烦 啊黄先生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黄先生 您好 您好 胡海利是个见风使舵的人 一听马初下这么说 他便是连忙站了起来 想和黄小龙握手 而纳米依飞 则是用一种极度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而且 眼睛里面 在酝酿一些事情 黄小龙没有和胡海利握手 五百万 五百万 神 什么意思 胡海利一致 对 五百万 我帮你搞定这件事 黄小龙笑了笑 不二嫁 听到黄小龙的话 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 都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心说 这正将是 如今阴气那么重 不但有华夏阴魂厉鬼作祟 还有东营厉鬼猖獗 如果黄小龙每一次抓鬼 都要收费的话 这一趟正将之行 恐怕会赚到盆满钵满 行 五百万就五百万 胡海利一咬牙答应了下来 只要黄先生能够替我完美解决这个麻烦 五百万 我愿意出 那啥黄先生 我想问一下 那些失踪的人能不能够找回来 我看很难了 黄小龙耸了耸肩 啊 您的意思是说 他们 他们都 都 胡海利两眼一黑 差点当场昏厥过去 不过运气好的话 失踪者的失孩还是可以找到的 黄小龙笑了笑 砰 胡海利直接从椅子上滑倒在地 我们在这超市里玩一会儿 傍晚六点干活 黄小龙笑了笑 时间过得飞快 黄小龙带着几个美女逛超市 不经意间就逛到了傍晚六点 走 我们现在去超市大门口 黄小龙眼中闪过一抹亢奋之色 听说黄小龙要抓鬼 胡海利和米依菲 也是屁颠屁颠地跟在一旁 众人来到超市大门口 黄小龙直接走到超市大门口的一面墙壁前 只见 在这面墙壁上 挂着一幅海报 这似乎是卖家具的海报 海报上 一大家子人 围坐在餐桌旁边 手中拿着筷子 刀叉 桌面上摆满了一盘盘美食 这是什么海报 谁挂上去的 我怎么不知道 胡海利愕然地看着墙上的海报 有阴气 马初夏和霍冰宴 异口同声地道 的确 在海报里 有一丝丝淡淡的阴气 渗了出来 阿老公 怪不得我们站在超市外面 没发现阴气 在超市里逛 也没有发现阴气 原来 阴气被封印在这幅海报里 霍冰宴恍然大悟 而且 这海报里面的阴气 很识隐晦 不走近的话 很难察觉 老公 你真是欣喜如发呀 喝黄小龙蛋笑了一下 然后拿出一张现行符 直接烧了 金光一闪 那幅海报上面 一圈圈波纹连衣 荡漾了开来 原本温馨的海报画 骤然间 变了模样 只见 在海报中 围坐在桌边的人 变成了一只只惨兮兮的鬼 这些鬼的肚子都很大 手中举着刀叉和碗筷 鬼眼睛咕噜噜转动着 嘴角还留下了恶心的蝉弦 桌面上的一盘盘美食 也变成了鲜血淋淋的肠子 心脏 胃 甚至 人头 结结结 结结结结好饿好饿呀 真的好饿呀 隐隐约约 从海报画中 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 赫然 围坐在餐桌边的所有小鬼 奇奇地转头 目光看向了超市的入口 表情凝饿 就好像是在等待美食 黄小龙一挥手 海报画又恢复了正常 小鬼和血淋淋的残肢 断体不见了 海报画里 是一群正常的人类 正要吃桌上的各种大餐 这 这是幻觉 幻觉吗 胡海莉和米依菲 已然是吓得双腿直打哆嗦 不知道什么时候 海报画的下面 靠墙坐着一个衣衫褂褛的小女孩 大约六七岁的样子 五官精致 但肌肤上却是脏兮兮的 纯净的大眼睛里 布满了让人怜惜的 楚楚可怜的表情 好饿呀好饿呀 真的好饿呀 那小女孩 用可怜兮兮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等人 伸出干枯的手臂 我想吃东西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我好饿呀 说着说着 小女孩眼睛里面 却已是布满了晶莹的泪水 然后哗哗哗的落泪 真是我见油帘 胡海莉和米依菲 鬼神神拆地走向前了一步 木讷地道 叔叔带你去吃东西 喝原来是一群饿死鬼在作祟 黄小龙眼中 有一抹嘲讽的笑意 看向那幅海报 眼睛微微眯缝 一群饿死鬼 还不足以让上百人莫名其妙地消失 这幅画有意思 恩这幅画很有意思 来 哥哥带你去吃东西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看着那小女孩 说完 黄小龙取出一张现行符 抖手之间 现行符自然起来 一道金光 打在那小女孩的身上 第944章 死神的游戏 就在黄小龙对那可怜兮兮的小女孩 扔出现行符的时候 马初夏十分默契地也扔出来一张符传 马初夏扔出来的符传 有着类似于鬼打墙的作用 如此一来 超市入口 进出的人 就无法看清楚 在这边发生的事情 金光一闪 那清秀可怜的小姑娘 便是摇身一变 只见她全身血肉淋漓的 就好像是在福尔玛林中浸泡了十多年的样子 而肚子却是大如水缸 口中 渗出来了脏兮兮的蝉咸 是一只饿死鬼 饿死鬼这玩意儿 是比较残忍的 特别凶的饿死鬼 喜欢吃人 哼 你太坏了 你不给我吃的 那饿死鬼憎恨地 看向了黄晓龙 他的脸庞完全扭曲了 嘴角勾勒出 一抹嗜血的凝笑 似乎极度饥饿的样子 你这饿死鬼 固然凶残 不过也就是红衣厉鬼的层次 这超市每天人流量庞大 阳气熏天 量你也不敢在这里害人 我看 是这幅画的缘故吧 黄晓龙冷冷一笑 就在这时 饿死鬼搜的一下 便是钻入了画中 逃之夭夭 黄晓龙分出一缕意念 也是迅速进入画中 黄晓龙的意念 来到了一栋别墅外面 这别墅的建造风格 不像是华夏风格 也不是欧美风格 倒是标准的东营岛国建筑风格 整栋别墅 都散发着极度恐怖的怨气 就好像 这别墅里 死过不知道多少人 才积累下来了 如此惊人的怨气 和黄晓龙眼中 闪过一抹思索的表情 然后踏步走入别墅 别墅的大厅里 光线十分的黯淡 窗户上被涂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仔细一看 建树都是东营岛国的文字 哼 原来是东营岛国那帮畜生在搞鬼 黄晓龙朝着餐厅的方向走去 进入餐厅 怨气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 几乎是在噗哧噗哧的沸腾 血腥的气味很浓烈 餐厅的墙壁已经发霉了 墙壁的缝隙中 不断地渗透着鲜血 在餐厅的一角 堆满了人类的骸骨 以及各种碎裂的内脏 还有惨兮兮的人头 毫无疑问 这些骸骨 便是这半个月来 超市里失踪的人 他们都被饿死鬼勾到了画里 然后生生地吃掉了 一群饿死鬼围坐在餐桌旁 鼓起眼睛瞪着黄晓龙 这些饿死鬼 尽数都是红衣厉鬼 而且是华夏鬼 这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一群华夏饿死鬼 住在一栋东营岛国的别墅里 哼 你们这些饿死鬼 胆子可真不小啊 黄晓龙冷笑了一下 全身金光绽放 无尽地威压 将这群饿死鬼 压迫得鬼体嘎吱嘎吱响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魂飞魄散 啊不 不要杀我们 我们 我们 不光我们的是一只饿死鬼颤生哀嚎道 嗯 黄晓龙冷笑一下 是 是 是一只东营的女鬼 送了这张画给我们 在这张画里 有一栋别墅 还有她留下来的怨气 那饿死鬼惨兮兮的道 这幅画 一般的道士都发现不了端倪 而且画里的怨气浓郁不具阳气 我们藏在画里 每天勾生人进来吃 而且在这个别墅里 死的人越多 怨气就越恐怖 我们在这里也能够进化成等级更高的厉鬼 东营女鬼送给你们的画 黄晓龙微微醋眉 是啊 是东营女鬼 蛊惑我们吃人 否则 我们哪敢明目张胆的 在这超市大门口猎食啊 一只饿死鬼哭哭啼啼 好像很是冤枉的道 都怪那只东营女鬼 和黄晓龙戏谑一笑 那只东营女鬼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知道啊 一只饿死鬼道 不过 她好像把她的别墅 搬到了正江市 这幅画里的别墅 就是按照她的家画上去的 我们只知道 这只东营女鬼的名字 叫做家椰子 家椰子 黄晓龙记住了这个名字 然后又逼问一番 不过这些饿死鬼 的确不知道太多 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情报 东营女鬼家椰子 把自己的家 也就是和画中一模一样的别墅 搬到了正江市 她仅仅是在一幅画上 画出自己家的样子 怨气就这么恐怖 那她的家 恐怕更是怨气冲天 生人稍微沾染一丁点怨气 恐怕就要横死 黄晓龙必须要尽快找到家椰子的别墅 将其没杀 否则 不知道有多少正江市的无辜市民 要惨遭横祸 而且 家椰子别墅里死的人越多 怨气就越强烈 她也会进化得越强大 这东营女鬼家椰子 是把咱们华夏当成了一个升级的地方啊 哼 黄晓龙杀鸡狂闪 接下来 黄晓龙将这些恶死鬼 统统打了个魂飞魄散 这半月来 他们已经吃了上百人 罪无可恕 死有余辜 干掉一群恶死鬼之后 黄晓龙将这画中别墅内的怨气 记住了 黄晓龙相信 通过这些怨气 一定可以找到家椰子和他的别墅 咻 一缕一念 从画中出来 马初夏连忙问道 小龙 找到失踪的那些人了吗 黄晓龙对着马初夏点了点头 找到了 不过都是残骸 所有人都被恶死鬼吃掉了 挨马初夏怜悯地哀叹了一声 这个时候 那海报话的内容 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餐厅的样子 而是一栋别墅的外观 一栋东营岛国 风格别墅的外观 那啥 红道长对吧 黄晓龙对玄学会正将是分部的负责人 那个老道士 招了招手 是 是 黄先生 不知道你有什么吩咐 红道长恭恭敬敬地走了过来 诺 这海报上的别墅 从现在开始 你发动所有人手 给我找 在正江市范围内 地毯是搜索的找 黄晓龙吩咐道 是 黄先生 我知道了 红道长不该怠慢 连忙拿出手机 将海报上的别墅 拍了好几张照 马初夏 霍冰宴 青青 小红 也是纷纷拿出手机 对着海报拍照 老公海报上的别墅 有什么问题吗 霍冰宴 醋眉问道 这别墅 是一只东营女鬼 搬到正江市来的 怨气很重 会吞人 如果不及时找到它 并将那东营女鬼 夹椰子杀死 还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黄晓龙快速说道 这个时候 胡海力和米依菲 一脸成黄成孔的道 大师 事情 事情怎么样了 喝跟我来 黄晓龙将墙上的海报撕了 静止朝超市里走去 在超市的洞库中 黄晓龙抖了抖海报 哗啦啦 哗啦啦 顷刻之间 大量的人类海骨 从画中跌落了出来 堆积如山 惨不忍睹 一些血淋淋的头颅 依稀可以辨别出 死者生前的模样 啊 这些 这些就是 就是失踪的 失踪的人 胡海力迸发出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都死 都死了 都死了 全部都死了 善后的工作 我就不管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黄晓龙冲着胡海力笑了笑 记住 五百万 打到我银行账户上 说完 黄晓龙转身就走 这时 那米依菲满脸讨好的跑了上来 眼中一光闪烁 大师 您可真是能人啊 厉害 太厉害了 那啥 大师 其实 其实我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 要拜托大师 哦 您有什么事情 黄晓龙似笑非笑地看着米依菲 黄晓龙知道 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这种小蝼蚁 黄晓龙还不放在心上 大师 我 我是正江大学的校长 我们的老校区 有一栋被封印的鬼楼 不过 这些年 封印似乎不行了 有学生老是听到鬼楼里 发出音侧侧的女人笑声 甚至于 还看到有鬼影子飘来飘去的 这事 闹得人心惶惶的 大师 您看 能不能过去瞧瞧 您放心 前方面没问题的 米依菲闲着脸道 哦 那得等我有时间再说了 黄晓龙细血一笑 然后一手搂着马出下 一手抱着霍冰宴 大摇大摆地走了 轻轻和小红冲着米依菲 呲了呲牙 然后屁颠屁颠地跟在黄晓龙身后 哼 米依菲看着黄晓龙 邪美离去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抹凶利和极度的表情 离开超市 已是八点多 夜幕之中的正江市 充斥着世俗的喧嚣繁华 但是 在这温情默默的城市背后 却是折服着恐怖莫名的阴气怨气与鬼气 老公 到了晚上 正江市更是显得阴气似服哀 得赶紧肃清这里的厉鬼和各种灵异事件啊 霍冰宴还是比较有正义感的 马出下道 小龙 我认为 一定是那些东营厉鬼 破坏了正江市阴阳两界的秩序 让得所有的阴魂厉鬼都不安分了起来 要让正江市恢复太平 必须要把隐藏在这座城市的东营厉鬼 甚至于东营地府鬼差 都消灭干净才行 清清 小红 你们也去帮忙找家椰子的别墅 现在就去 黄小龙对两只小妖怪安排道 好的 公子 您放心 我们立刻就去找 一定可以找到的 清清和小红都极为的乖巧 当下 两道妖风平地而起 转眼间就远远地刮了出去 我能够把正江市所有的华夏阴魂厉鬼都召集过来 不过 召集华夏鬼的作用不大 必须要找到东营厉鬼才行 黄小龙喃喃自语 他毕竟只是华夏地府的鬼差 无法号令东营地府那边过来的鬼 所以 事情有些麻烦 不过好在黄小龙曾经与东营厉鬼交过手 杀过柏木鬼和鬼异口 因此 对于东营厉鬼的气味并不陌生 只要附近有东营厉鬼的存在 他就能够准确地辨别出来 突然 马初夏说道 小龙 你不是抓住过一个东营地府鬼差 祭练到了你的千魂番里吗 不如 小龙 你让那个东营地府鬼差 替你寻找隐匿在郑江市的东营鬼 哈哈哈哈 小老婆 你这点子不错 我倒是忘了这茬 闻言 黄小龙眼睛一亮 行 就让那东营地府鬼差去找吧 说完 黄小龙找了个无人的地方 直接将千魂番记了出来 黄小龙用东营岛国语言 对千魂番里 那东营地府鬼差命令道 你带路 去找这座城市里的东营鬼 找到之后 直接灭杀 让他们魂飞魄散 那啥 还有一只叫做家椰子的东营女鬼 给我找到她 嗨 千魂番里的东营地府鬼差 恭敬领命 如今被祭练到了千魂番里 这东营地府鬼差 也只能对黄小龙俯首听命了 嗡 千魂番化为一道鬼气森森的黑影 席卷而出 去收割隐匿在正江市的东营历鬼了 放出千魂番后 黄小龙便带着马出夏和霍冰宴 继续在夜色中闲逛 走着走着 黄小龙肚子有点饿 便是带着马出夏和霍冰宴 随意走进街边的一家餐厅 刚刚坐下 还没点菜 黄小龙便是眼神微微一动 目光看向了坐在旁边一张餐桌的时刻 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胖子 手中正拿着一张海报 在津津有味地阅读着 黄小龙眼睛微微眯缝 他能够感应到 那海报上隐隐约约 散发着一丝淡淡的鬼气 而这鬼气的味道 赫然便是东营历鬼的气息 抱歉 这份海报能给我看看吗 黄小龙对那胖子笑道 胖子看了黄小龙一眼 然后顺势将海报递了过来 看完之后 记得还我 黄小龙展开海报一看 原来 这是一张活动宣传的海报 今晚十二点 在郑江市的帝王大厦 顶楼的旋转餐厅 将会举办一次很有趣的活动 活动内容如下 邀请99名志愿者参加游戏 每一名志愿者将会领取到一根白色的蜡烛 然后主办方的一名主持人也会参加这次游戏 也就是说一百人加入到游戏中 每人一根白蜡烛就是一百根白蜡烛 加下来 大家依次对着蜡烛讲一个自己经历过的诡异而且恐怖的事情 每讲完一件就吹灭一根蜡烛 而第一百个故事是由主持人讲 当最后的蜡烛熄灭时 所有参与游戏的人都将获得主办方提供的价值20万人民币的奖品 咯咯咯咯 老公 这游戏好有趣啊 霍冰燕在旁边看到了海报上的内容 发出咯咯咯的娇笑声 一脸很感兴趣的样子 看完了吗 看完了赶紧把海报还给我呀 旁桌的那个胖子对黄小龙道 你想去参加这个游戏 黄小龙将海报还给胖子 似笑非笑地问道 当然要去 就是讲鬼故事和吹蜡烛吗 这么简单 就有20万的奖品拿 啥笔才不去呀 胖子得意洋洋地道 哈哈哈哈 那恭喜你 你离死不远了 黄小龙嘲笑了一声 小龙 你的意思是 马出下一脸好奇地问道 今晚有得完了 黄小龙压低嗓音道 等会 咱们也去参加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应该是一只比较厉害的东营厉鬼搞出来的 当最后的蜡烛熄灭时 除了主持人之外 所有参与游戏的人 都将瞬间魂飞破散 而所谓的主持人 也就是一只危险的东营厉鬼 这只东营厉鬼 比百木鬼和鬼一口更加厉害 所谓的游戏也是被称之为死神的游戏 它是在捕猎 不过今晚 它将成为我的猎物 第945章 讲鬼故事 听到黄小龙的话 马出下和霍冰厌都惊奇不已 小龙 这是什么鬼啊 骇人的方式真的好特别 讲鬼故事 吹蜡烛 而且 一次性就要杀害99个生人 马出下骇然道 果然 来自东营的厉鬼 都很变态啊 黑小老婆 难道你不觉得 这个游戏很好玩吗 黄小龙倒是一脸欣慰盎然的表情 好了 我们先吃东西吧 吃饱点 等会才有力气吹蜡烛啊 顿了一下 黄小龙解释道 那种鬼 叫做青灯形 在东营岛国 属于非常危险的一种厉鬼 讲鬼故事和吹蜡烛 就是他杀人的仪式 嗯嗯 青灯形 好奇怪的名字 不过真的好玩耶 霍冰厌也期待得很 他忽然发现 跟了黄小龙之后 他的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吃完饭 黄小龙带着霍冰厌和马出下 在市区了逛了一大圈 在接近十二点的时候 三人打了辆车 直奔正江市的坐标建筑 帝王大厦 帝王大厦高达三百多米 最顶层的旋转餐厅 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美景 来到帝王大厦的楼下 只见广场上 已经聚集了几百号人 一个个手里都拿着海报 正在排队 面部神色都是亢奋至极 充满了期待感 啊我还是来晚了呀 都这么多人排队了 不知道能不能参加那个游戏 我一定要参加游戏啊 二十万的奖品啊 太诱人了 讲鬼故事 我最厉害了 从小就听爷爷讲 不吹不黑 我特么闭着眼睛 就能讲几百个精彩绝伦的鬼故事 额小龙 要排队呢 马初夏有些无奈的道 这些人还真是排着队去送死 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黄小龙击翘一笑 太天真了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二十万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几名西装革履的工作人员 乘坐电梯下楼 来到了广场 对着排队的人群宣布道 好了 大家请安静 现在 我们开始挑选参加活动的九十九名志愿者 话音刚落 人群开始拥挤起来 谁也不想错过 这次大发横财的机会 老公 你看那几个工作人员 印堂发黑 眉宇间鬼气缭绕 很明显就是被鬼迷住了 霍冰燕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冷静 大家请冷静 工作人员控制着纷乱的局面 大家不要急 都有机会的 其实 我们的游戏 连续几天都会有的 就算今天没被选中 还有明天 后天 大后天呢 人人都有机会 黄小龙和马初夏 霍冰燕 交换了一下眼色 得了 这只东营厉鬼 青灯形 是准备长期在这里 谋害生人性命了 黄小龙眼中闪烁出细血的光芒 这个时候 人群中就有人唧唧喳喳的道 不公平啊 要是今天被选中的人 明天还来搅和呢 杰杰一名工作人员 脸上闪过一抹阴森鬼气 淡淡的道 这游戏 一个人 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再也没有参加第二次的机会了 开始选人 很快 就有99人入选 没有入选的人 垂头丧气 脸上尽是挫败的表情 黄小龙 马初夏 霍冰燕 三人根本就没有过去排队 因此 也就没有幸运入选 黄小龙笑着走上前去 我们要三个名额 所有人都用一种蕴含着怒意与奚落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各位 请不要捣乱 一名工作人员 满脸凶利地瞪着黄小龙 那表情模样 恨不得把黄小龙咬在牙缝间 撕成碎片一般 看来 这些工作人员 已经被鬼气迷了心窍 哪怕给他们驱除了鬼气 智力甚至寿命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那这个游戏 我比较喜欢 三十万一个名额 我买三个名额 谁卖的 黄小龙大辣辣地道 这一下 那九十九个入选的人 便争先恐后的 要把自己的名额转让给黄小龙 也对 去参加游戏 不过也就获得价值二十万的奖品 人家这直接三十万现金买一个名额呢 黄小龙 马初夏 霍冰宴 三人顺利地拿到了名额 和其他入选者一起 跟着工作人员 排好队 进入帝王大厦 分批乘坐电梯 来到了位于最顶层的旋转餐厅 来到旋转餐厅 黄小龙默默地感应了一下 一切并无异常 看来 那只东营厉鬼青灯形 暂且还没有现身 寂静的旋转餐厅 大门口站着几名工作人员 从一个大箱子里 取出一根根白色的蜡烛 交给入选者 请进 不过请不要急着点燃蜡烛 人手一根白色的蜡烛 九十九人 鱼贯进入旋转餐厅 偌大的旋转餐厅里 没有电灯 月光从落地长窗外照进来 渲染出几分荒凉与诡异的氛围 众人手握蜡烛 依次坐在了偌大可容纳上百人的圆桌旁 黄小龙 马初夏 霍冰宴 不动声色地坐下了 不多时 九十九人就都到齐了 规规矩矩地坐好 手里都紧张兮兮地握着一根白色蜡烛 这个时候 一名工作人员用低沉沙哑的嗓音道 好了 各位 请安静地坐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玩的一个游戏 叫做百物语游戏 百物语是东营江户时代流行的一种游戏 就是邀请朋友们 在午夜聚在一起 点起许多蜡烛 然后轮流说鬼故事 说完一个鬼故事 就吹灭一根蜡烛 据说 当第一百根蜡烛熄灭时 真正的鬼就会出现 节节是不是很有趣呢 在这种静谧而黑暗的气氛中 说出这样的话 着实也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呢 现在 请点燃你们的蜡烛 工作人员一声令下 九十九人 分别点燃手中的白色蜡烛 放在桌面上 黄小龙 马初夏 霍冰燕 也是不动声色的点燃蜡烛 这时 圆桌的周围 已然是亮起九十九根蜡烛 不过 在圆桌上守的一个单独的座位上 空空如也 并没有座人 桌面却摆放着一根蜡烛 也不知道是谁放在那里的 或许是工作人员吧 这个座位是属于谁的呢 噗 那个蜡烛鬼使神差的亮了起来 于是 旋转餐厅里 一共就燃起整整一百根蜡烛 按照顺序 开始讲鬼故事吧 各位 每一个讲完的人 请吹灭你们面前的蜡烛 让我们看看 在第一百根蜡烛熄灭时 会不会有真正的鬼出现呢 节节节 拭目以待吧 第九百四十六章 加椰子的下落 帝王大厦的旋转餐厅内 亮起一百根蜡烛 这样的 原本漆黑的餐厅充斥了光亮 但这种光 十分的凄惨 人们坐在蜡烛的后面 面孔呈现出来了一种奇异的扭曲 第一个人开始讲鬼故事 他讲故事的技巧 并不十分高明 但故事本身还是比较恐怖的 只听得旁边的人都有些不寒而栗 当然了 对于黄小龙 马初夏和霍冰燕来讲 这种鬼故事简直无聊到爆 听得他们都快打瞌睡了 这是一个关于吊死鬼的故事 三分钟的时间 故事讲完 扑 讲故事的人 吹灭了蜡烛 赫然 在他的头顶上方 便是突然起了一层雾霾 那是极浓的阴气 在层层的阴气中 出现了一只脸色惨白 眼珠子瞪的 几乎要爆裂开来的红衣吊死鬼 星红的舌头 直接吐出来 特么一米多长 竟然缠绕在那个讲故事的人脖子上 红衣吊死鬼的面孔 十分的猙獰 死死盯着那个讲故事的人 仿佛和他是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一般 可怜那个讲故事的人 却是根本没有发现 自己讲的故事 已经招来了一只真正的吊死鬼 他也命在旦夕之间了 继续讲故事 第二个人 讲的是淹死鬼的故事 讲完吹灭蜡烛 和第一个讲故事的人一样 蜡烛一灭 因风一吹 就招来了一只 全身像是浸泡了福尔马林 惨兮兮的淹死鬼 黄小龙 马初夏 霍冰燕 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 看来 这清灯行杀人的套路 就是在人讲故事的时候 招来故事里的各种阴魂鬼物 然后在第一百根蜡烛熄灭的时候 这些阴魂厉鬼 就开始锁命 杀了讲故事的人 类似于招替身 鬼故事一个接一个 蜡烛一根接一根的熄灭 旋转餐厅里的阴魂鬼物 越聚越多 各种鬼都有 奇形怪状的 简直就是白鬼夜行吗 按照作息的顺序来讲故事 黄小龙 马初夏 霍冰燕三人 分别排在第97 98 99的位置 终于 轮到黄小龙讲了 黄小龙 黄小龙嬉皮笑脸地讲了一个烧死鬼的故事 刚刚吹灭蜡烛 就有一个全身被烧成焦炭的厉鬼 莫名其妙地窜了出来 悬浮在黄小龙的头顶上方 不过 黄小龙微微抬头 扫了那只烧死鬼一眼 顷刻之间 烧死鬼就下的全身战力 几乎魂魄 都要散掉了 下一秒 烧死鬼准备脚底抹油 逃之夭夭 黄小龙用心念传音过去 呵呵 别怕 不用跑 我又不会杀你 留在这里 别跑你要是敢跑 我就要你魂飞魄散 黄小龙一发话 烧死鬼果然不敢再动一下半下了 如履薄冰地停留在黄小龙的头顶上方 都特么快吓哭了 接下来轮到了马出夏和霍冰燕讲鬼故事 马出夏讲的是一只饿死鬼的故事 霍冰燕则讲的是一只包皮鬼的故事 毫无悬念 他们也招来了真正的饿死鬼和包皮鬼 不过 和黄小龙一样 他们也是很快控制住了这两只厉鬼 如此 旋转餐厅里 就只剩下一个蜡烛了 99只厉鬼 阴侧侧地飘在人的头上 痴痴地发酵 在那根还燃烧着的蜡烛后面 座位上 依旧是空空如也 各位最后一根蜡烛 熄灭之后 你们就能得到 节节节 丰厚的奖品了 现在 有请我们的 主持人 工作人员 用扭曲变调的嗓音 缓缓地说道 话音刚落 嗚 一阵阴风 从落地长窗外面 直接挂了进来 赫然 那空置着的座位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却坐了一个 女人 这女人一身轻衣 挽着发际 穿着地地道道的东营妇女服装 这就是青灯行 将人骗来玩百物语游戏 然后要瞬间使得九十九人毕命的 极度危险的东营厉鬼 呵呵 黄小龙玩味地看着青灯行 与之同时 旋转餐厅内漂浮的九十九只阴魂厉鬼 也齐刷刷地用鬼眼 看向了青灯行 咯咯咯 青灯行娇笑了起来 用东营语言 喃喃地道 接下来 我会送给你们 一份礼物 这也是你们 人生中 最后的一份礼物 哈哈哈哈 我怕黄小龙终于憋不住 朗声大笑了起来 那些讲故事的人 则都是用不满的眼神 看向黄小龙 妈蛋 你笑什么笑 只剩下最后一个故事了 让主持人讲完 咱们就可以领了奖品收工回家睡觉了 闭嘴 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子 对黄小龙呵斥道 黄小龙目光微微眯 看向了青灯行 用东营岛国语言 冷笑道 仪式快要结束了吗 哦 青灯行这才注意到了黄小龙 被你知道了 你是 华夏的道士 哦 哥哥哥哥 真是厉害呢 华夏的道士 居然混进来了 不过 没有用了呢 来不及了呢 就算你这样的道士 也会死去的 是吗 黄小龙脸上的笑语 更是冷翘 充满了言语无法描述的讥讽 这时 旋转餐厅内的九十九只阴魂厉鬼 都已经被黄小龙 不经意间溢散出来的威压 给震慑住了 这些阴魂厉鬼 其实都是华夏鬼 并不是东营厉鬼 因此 黄小龙身上的气息 足以让他们沉浮和忌惮 这些厉鬼 都用祈求的 可怜兮兮的惨淡目光 看着黄小龙 当我吹灭这个蜡烛的时候 你们 统统都要死 刹那间 青灯行那惨白的脸上 浮现出来一抹凶利的鬼气 你们这种东营厉鬼 自以为是 跑到咱们华夏的地盘上 搅风搅雨 黄小龙讽刺地笑了笑 微微摇头 到头来 你们会葬送在这片土地 嘿 你尽管把最后一个蜡烛吹灭吧 哼 青灯行尖利地哼叫了一声 他从黄小龙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 让他深深忌惮的危险气息 托 说时迟耐时快 青灯行吹出来一口阴气 最后一根蜡烛 骤然熄灭 在这一刻 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旋转餐厅里的九十九只厉鬼 尽数地显现出来了鬼形 吊死鬼 勒死鬼 淹死鬼 烧死鬼 啊 鬼啊 鬼 那些讲鬼故事的人 一个个的惊恐骇然 全身抽筋式地颤抖了起来 有些甚至被直接吓昏了过去 场面顿时混乱不堪 结结结 结结结 旋转餐厅内 响起了厉鬼们 贪婪嘶哑的怪叫声 享受你们的猎物吧 青灯行站了起来 展开双臂 极为得意地道 扑 黄小龙哑然失笑 旋即 慵懒地道 给我咬死这只东营来的杂碎 是 大人 骤然之间 九十九只厉鬼 竟是奇奇地朝黄小龙鞠了一躬 旋即 扑吱扑吱扑吱 九十九只厉鬼 化为剑语 万剑穿心一般 飞刺向了青灯行 青灯行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仪式会失败 这些滑下鬼会反戈一击 刹那间 青灯行鬼体上 一块块血肉 被九十九只贪婪嗜血的厉鬼 给狠狠撕咬了下来 下一秒 青灯行全身千疮百孔 鬼体上 那蜂窝式的伤口中 蹦见出来恶心肮脏的阴血 他痛苦不堪地哀嚎了起来 啊 八嘎 庞大的鬼力 从青灯行身上抱涌而出 将九十九只厉鬼 统统震飞了出去 然后 他用极度仇恨嗜血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便欲扑上来 撕咬黄小龙 黄小龙细血一笑 随手扔出一张符传 符传爆出一片金光 很快就化为一只金色大手 将青灯行死死地攥住了 吃吃吃 就好像雪在阳光下融化 青灯行的鬼体 在一片耀眼的金光之中 不断地消融 青烟直冒 饶恕我大人 饶恕我 青灯行发出绝望的嘶吼声 说 这次你们这些东营杂碎 来到正江市捣乱 是谁带头 是你们东营地府的鬼差吗 黄小龙冷漠地问道 不 不 是家椰子大人 是家椰子大人 让我们这样做的 青灯行惨力地哀嚎着 声音简直就是撕心裂肺 家椰子 又是这货 黄小龙微微醋眉 原来 在正江市率领东营利鬼捣乱的 并不是东营地府鬼差 而是家椰子 害得海力超市上百人被饿死鬼吞吃的罪魁祸首 也是家椰子 家椰子 在什么地方 黄小龙问道 他 他 家椰子大人他 青灯行吱吱吱吱的 快说 黄小龙一怒 金色大手直接一捏 咔嚓 咔嚓 青灯行的鬼体 直接碎裂 开来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 眼看就要爆裂开来 家椰子大人 他 他和他的别墅 好像 好像是在正江大学的老校区 终于 青灯行架不住酷刑 还是招了 正江大学老校区 黄小龙微微一致 小龙 你还记得吗 那个面目可憎的米依菲 他就是正江大学的校长 之前他对你说 正江大学的老校区 有一栋被封印的鬼楼 最近经常闹鬼 他求你帮忙 马出下目光连闪 难道 那栋鬼楼 是 是东营厉鬼家椰子在搞鬼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黄小龙冷冽一下 旋即 将那被捏得快要支离破碎的家椰子 抛了出去 这是你们的美食 好好享用吧 黄小龙对旋转餐厅里的厉鬼们笑了笑 下一刻 九十九只惨兮兮的厉鬼 就好像苍蝇闻到了血一样 直接扑上去 大口大口地将青灯行给撕吃掉了 黄小龙 黄小龙烧了几张福传 将旋转餐厅里 讲故事的那些人 身上沾染的鬼气 都去逐了 那些被鬼气迷了心窍的工作人员 都弯腰呕吐起来 吐出来一大滩恶心的黑色浓水 小老婆 我们走 黄小龙招了招手 带着马初夏和霍兵燕离开 站在帝王大厦下面的广场 小龙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两点 我们要不要去正江大学闹鬼的老校区看看 马初夏急忙道 如果那青灯行没有说谎 那么 家椰子 多半就在那里了 和小老婆 你恨不得立马就过去瞧瞧 对吧 黄小龙哑然失笑 霍兵燕也在一旁道 老公 我们去吧 我也想看看 那个家椰子到底是何方神圣 敏依妃不是愿意出高架 让我去他学校驱鬼吗 得了 打电话给他 让他起床 带我们去闹鬼的老校区 黄小龙笑了笑 很快 马初夏就通过那玄学会正江市分部负责人红道长 联系上了敏依妃 敏依妃在睡梦中被叫醒 本有些兴兴 但听说黄小龙愿意出手 搞定老校区那栋鬼楼 他二话不说起床 驱车直奔老校区 不多时 红道长亲自开车过来 接了黄小龙 马初夏 霍兵燕 红道长 你是正江市本地人 你知道正江大学老校区那栋鬼楼的事吗 车上 黄小龙百无聊赖地问道 这事儿啊 红道长一边开车 一边叹了口气 其实 正江市本地人几乎都知道 大约是在十年前 正江大学老校区 宿舍大楼的204号房 有一个女大学生莫名失踪了 大约是在十天之后 一名打扫卫生的妇女 在学校附近的华侨路 捡到一个蹄包 包中装有500多片煮熟的肉片 后来 她在清洗肉片时发现有三根手指混在其中 随即报案 之后 尸体另外的部分也在学校附近被陆陆续续地发现 所有的尸块均被包在蹄包 以及一条床单之中 尸体在煮熟后 估计总共被切成了2000多片 刀工十分惊喜 马放整齐 可见凶手的残忍与超强的心理素质 这案子 当时可是轰动咱们整个正江市啊 可查了好几个月 走访了几万人 愣是没有破案 让得这案子成为全国范围的一桩悬案 后来呢 那被害的女生 所住的宿舍大楼就开始闹鬼 没办法 学校请了道士和尚 做法 念经超度 把那栋闹鬼的宿舍楼给封印了 这些年来 一直相安无事 不过最近 似乎封印的力量快要消散了 那栋宿舍楼又开始不安分了起来 估摸着是那被分尸的女生 阴魂不散成了厉鬼吧 哦 黄小龙置了一下 原本他以为正江大学老校区的鬼楼 是东营厉鬼家椰子弄出来的 结果没想到 楼里似乎还封印着一桩悬案的被害人 一个被分尸成几千块的女大学生 不过无妨 黄小龙相信 去了老校区 所有的谜题 都将迎刃而解 第947章 鬼楼 不多时 车就开到了正江大学老校区 黄小龙等人相继下车 刚刚一下车 抬眼一看 整个老校区都笼罩在恐怖的鬼气和阴气之中 宛如目的 而且 在这种阴气里 还蕴含着一股气血可怕的怨气 这种怨气 黄小龙似曾相识 不就是白天在海力超市的大门口 那张海报里 感觉到的怨气吗 只不过 海报里面的怨气 和此刻老校区里的怨气相比 那就真的是小屋见大屋了 喝家椰子 终于找到你了 黄小龙双瞳之中 一散出恐怖的杀鸡 小龙 那个东营厉鬼家椰子 就在这正江大学的老校区吗 马出下低声问道 我们先去找敏依飞 黄小龙笑了笑 老校区的校长办公室 敏依飞和几名保安 正在恭候黄小龙的大驾 黄小龙等人进去后 敏依飞连忙站了起来 点头哈腰的 黄小龙一看 只见这办公室里 供奉一尊尊开过光的佛像 还贴了不少道家福传 隐隐约约 有道力和佛力 布满了整间办公室 让的人处在里面 身上暖乎乎的 无端端就会产生一种安全感 看来 敏依飞是花了大价钱 请来的佛像和福传 哟 你这还挺安全的 黄小龙语气有些言语的道 那时 大师 我跟您说 买这些佛像和福传 那可是 花了好几百万的 敏依飞没有听出来 黄小龙话里的计窍之意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你买这么多佛像和福传干什么 黄小龙戏谑一笑 第一次和敏依飞见面的时候 黄小龙只是看了此人面相 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这第二次见面 黄小龙用忘记数仔细一看 这家伙身上背着人命 而且还不止一条人命 这尼玛就是个坏人啊 准确地说 他是杀人犯 但此时此刻 他依旧活得如此滋润 还当上了正江大学的校长 说明他的罪行 并没有暴露 而听黄小龙这么一说 敏依飞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一抹阴质的表情 在他脸上一闪而过 不过他很快就笑嘻嘻地道 大师您这是开玩笑了 这老校区啊 有一栋鬼楼 很是邪门 我这也是为了自保 才请了这些佛像和福壮回来 得了 今天我过来 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据说鬼楼里 封印的阴魂厉鬼 是十年前被分尸的一个女大学生 那啥 具体是什么情况 你当时在这学校吗 这 敏依飞脸色微微阴沉 旋即叹息了一声 哎这可真是一件惨案啊 对 那是在十年前 咱们老校区有一个女生 叫做莫爱卿 她 她有一天吃过晚饭 独自一人离开学校 然后 就再也没回来 等发现她的时候 已经是一包包恐怖的诗骗 凶手可真是残忍啊 我当时也在学校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吧 刚从医科大学毕业 在正江大学这个老校区 担任校医 嘿嘿 一个校医 十年间就混到了校长的地位 你还挺会钻赢的 黄小龙笑了笑 哎哟 大师 您就别损我了 我这不是运气好吗 敏依飞有些不满的 弯了黄小龙一眼 然后陪着笑脸道 莫爱卿死了 但她生前住的宿舍楼 从此之后 就不得安宁 咱们 不得不找和尚道士 把整栋大楼封印了起来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封印出问题了 行 我现在过去瞧瞧 不过呢 事成之后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看着敏依飞 我懂 我懂 五百万对吧 敏依飞笑道 不 一千万 黄小龙随口道 不是吧 大师 您给胡海力抓鬼 也才收五百万啊 敏依飞有些不满的道 你这学校的鬼 可比海力超市鬼 厉害多了 黄小龙冷笑一下 一千万合情合理 文言 敏依飞咬了咬牙 成 一千万就一千万 不过 希望大师手脚干净点 把鬼楼里的脏东西 直接灭掉 让他魂飞魄散 何说不定还真是莫爱卿的阴魂 他死了这么多年 凶手都没抓到 我得问问他 当年到底是谁把他杀死的 黄小龙笑了笑 这也问得出来 敏依飞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道 旋即眼中闪过一抹经济之色 哈哈哈哈 黄小龙朗生大笑 我现在就去那栋鬼楼 顿了一下 黄小龙又道 敏校长 你最近睡眠质量有点差啊 是不是经常做噩梦啊 听黄小龙这么一说 敏依飞脑门上的汗水 刷得一下就往外渗 没有 没 我睡得很好 那就好 黄小龙微微点头 带着马出下 霍冰燕 还有洪道长 转身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黄小龙等人离开后 敏依飞连忙对办公室的几名保安 递了一个眼神 这眼神里 竟是渗透出一丝丝凶残的杀机 而那几个保安 神色也是 变得有些凝恶与嗜血了 嗨嗨 你们听着 这次 几位道长替咱们学校驱邪抓鬼 把鬼给灭了 但也被鬼杀了 双方是同归于尽 敏依飞细血一笑 小杂种 还想坑我一千万 得了 这一千万 我会给教育局上报的 呵呵呵 不过呢 小杂种 你都和阴魂厉鬼同归于尽了 所以呢 这笔钱 哈哈哈哈 我就勉为其难 帮你花了 敏校长 我们明白 几个保安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黄小龙等人 朝着闹鬼的大楼走去 小龙 我感觉那敏依飞 有点不对劲 马出下醋没道 我有一种直觉 当年莫爱卿的死 和敏依飞或多或少 有点关联 对 我刚刚也分析了一下 霍冰宴也是煞有介事的道 当年莫爱卿被人杀了 然后惨遭分尸 尸体被切割成几千块 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 一定是屠夫或外科医生这种特殊职业 敏依飞不是说十年前 她曾经担任这个学校的校医吗 老公 你说会不会 咱们在这里瞎猜 有什么意思 黄小龙笑了笑 如果那栋鬼楼里的阴魂 真的是莫爱卿 那直接问清楚凶手是谁 不就行了 走着走着 前面出现一栋老旧的大楼 这大楼外面的墙体上 贴满了一张张泛黄的符传 并且爬满了青台 一道道阴气 从大楼里渗了出来 这些阴气中 又夹杂着属于加椰子的怨气 黄小龙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加椰子就在这栋鬼楼里 鹅鬼楼里不是封印的墨爱情吗 怎么加椰子也来了 他的别墅呢 尼玛 这是雀巢纠战呢 黄小龙眼中 闪过一抹亢奋的光芒 宁某一看 整栋鬼楼 通体沐浴在血气之中 墙壁的缝隙之中 不断地渗透出来了鲜血 就好像整栋楼都在流血一般 就在这时 一大群学生 男的女的都有 正从不远处 机械地朝着这栋鬼楼走去 这些大学生 穿着单薄的睡衣 丝毫不顾深夜的寒冷 月光照在他们的脸上 只见他们的表情都极为呆滞 咧着嘴 诡异地笑着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鬼楼 不多时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从四面八方走来 痴痴发笑 走向鬼楼 黄 黄先生 这些 这些学生 集体 集体都被鬼给迷住了 红道长骇然欲绝 第948章 悬案真相大白 刹那间 只见密密麻麻的学生 宛如行尸走肉一般 麻木不仁 走向了鬼楼 这场面 就好似一部惊悚的恐怖电影一般 让人头皮发麻 而且 很明显 封印这栋鬼楼的福传 已经彻底被破掉了 形同虚设 小龙 马出下有些紧张地看着黄小龙 说实话 这么多学生中邪了 无论是他 还是红道长 亦或者霍冰宴 都只能够束手无策了 和海特们给我弄了一份 开胃甜点过来行 有意思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旋即一挥手 一大片金光 直接闪了出去 在这些金光之中 有密密麻麻的上古符传 在吞吐闪烁 刹那间 所有中邪的学生 都被笼罩在了金光中 如暮春风 很快 每一个学生的嘴里 都吐出了一缕缕黑烟 有的甚至还呕吐了起来 他们的神智 也是迅速恢复了过来 咦 我特么怎么在这 好冷啊 我去 真冷 这大半夜的 我跑出来 这是梦游的节奏 鬼楼 我们怎么自己 跑到鬼楼这边来了 难道说 是 是 洪道长主持秩序 将所有被学生 都疏散了 让他们赶紧回自己的宿舍睡觉 今晚最好别在学校里到处乱跑 行了 咱们也别耽误时间了 进去瞧瞧 黄小龙快步朝鬼楼走去 马出下 霍冰宴 洪道长 赶紧跟上 进了鬼楼 黄小龙拿出几根箱 念了火灵咒照明 鬼楼里 的确是阴气森森 像一个洞库 又像是坟地 恐怖至极 只见 墙上不停往外渗着鲜血 而且 厕所里的水龙头没有关 哗哗哗往外流着枪鼻的血水 这栋鬼楼里的阴魂怨念也太强大了吧 霍冰宴嘟囔了一声 那啥 敏依菲说 当年被分尸的女生莫爱卿 是住在哪一间宿舍来着 黄小龙笑嘻嘻地问道 老公 我记得是在204号房 霍冰宴赶紧说道 行 那我们直接去204号房就可以了 黄小龙笑了笑 当下 众人来到了宿舍的二楼 204号房外面 房门紧闭 隐隐约约 有一声声音音哭泣 从房内渗了出来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哭 绝对不像是人 而且这哭声 当真就是闻者伤心 听者流泪了 他 他还真在里面啊 莫爱卿 难道真是莫爱卿 红道长是正江市本地人 当年莫爱卿分尸案 那可是轰动一时啊 这时能够见到莫爱卿的阴魂 他也是五味杂陈 既感觉到一些恐惧 又有一种解谜的欲望 黄小龙笑了笑 缠案这玩意儿我不太懂 不过呢 如果这宿舍里面的阴魂厉鬼 果真就是莫爱卿 那就有些不对劲了 啊 老公 什么不对劲 霍冰燕一脸猛逼地问道 你们想想 当年那个碎尸案 是莫爱卿在离开学校之后 失踪 遇害 那么莫爱卿的阴魂 就不应该在学校里面啊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道 思 红道长作为本地人 显然是研究过这个悬案的 当年 在破案陷入瓶颈之后 的确 相关人士 曾经请过不少道士 要通过招魂等灵异手段 抓住真凶 可惜最终也失败了 当时 被学校邀请的道士里 就有红道长 这时 听到黄小龙的话 红道长似乎有一种 茅塞顿开的感觉 黄先生 您的意思是说 莫爱卿的阴魂 没去投胎 那他只会逗留在 凶案的第一现场 倘若 204号宿舍里的阴魂 就是莫爱卿 起飞 起飞说明 当晚 莫爱卿根本就没有离开学校 亦或者离开之后 又回到了宿舍 他住的宿舍 其实就是第一凶案现场 他是在宿舍里 被人杀死的 马初夏美眸中亮起奇光 或许 分尸的地方不是宿舍 但至少莫爱卿 是在宿舍里被杀害的 哈哈哈哈 也没必要继续猜了 咱们进去瞧瞧 黄小龙戏谑一笑 旋即直接将陈旧的木门推开 口中唤道 莫爱卿 你在宿舍里吗 宿舍门应声而开 尘封珠往宿舍内 摆放了一些腐朽的床铺 窗户上 贴满了木条 此时 只见一个影子 背对着门 坐在靠窗的写字台上 低头阴阴哭泣 这影子身上 散发出来了滂沱的怨气 莫爱卿 黄小龙笑了笑 那影子 缓缓地转过身来 黄小龙索性直接烧了一张现行符 整间宿舍 金光暴闪 大放光明 呀 马初夏和霍冰宴 几乎是同时失声惊叫了一下 虽然叫声很短暂 在半秒钟之后 他们就平复了情绪 但足以说明 在看到那影子转身 将面部对着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极为惊骇的 发出了本能的尖叫声 红道长更是脸色苍白 连连往后退 只见 回转头来的 果然是一只女鬼 她全身身紫色 俨然就是一只紫衣厉鬼 但鬼体中散发出来的怨气 要比绝大多数的紫衣厉鬼 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纯论怨气 这只紫衣厉鬼 恐怕不会输给普通鬼王 这些怨气 凝结成了血水 不停地从她鬼体上 往外飙 以至于 很快 这间宿舍的地面 就像涨潮一样 漫起来了一层血水 这只紫衣女鬼的面部 就好像是被撕裂的纸条一样 一块块的碎肉 像是贴在脸上 而她的鬼体 也是由一条条血淋淋的碎肉丝 拼凑而成的 一眼看去 还能看到里面那惨白的骨骼 脏气从肚子里面滚了出来 悬吊在外面 惨 这紫衣女鬼 生前死得太惨烈了 她的鬼眼暴秃着 布满了血丝 用一种怨毒 不甘 仇恨 扭曲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等人 看来 她生前是被碎尸虐杀了 其实就相当于古代的灵池处死 而灵池处死 很容易产生一种鬼 叫做枪鬼 指的就是足于酷刑的恶鬼 而在所有阴魂厉鬼之中 毫无疑问 枪鬼的怨气是最强烈 也是最恐怖的 黄小龙侃侃而谈 看来 这只紫衣枪鬼 就是当初的 莫爱卿 马出下 霍冰燕 红道长 三人几乎是一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说说 到底谁是杀害你的凶手 黄小龙对紫衣枪鬼笑了笑 与之同时 一道隐晦的威压蔓延了过去 将他控制住 让得他不至于抱起 不顾一切地朝黄小龙等人发起攻击 你放心 我这个人 最是明辨是非 说出杀害你的凶手 我替你讨回公道 黄小龙笑了笑 黄小龙的话 蕴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染力 那紫衣枪鬼身上的怨气 竟然弱下来了 他阴阴阴地哭泣了起来 张开嘴 咿咿呀呀的 想要说话 但是仔细一看 他的嘴里 竟然只有半截舌头 看来 他在变成鬼之前 连舌头都被割掉了 残忍 这种手段 简直就是桑尽天良 令人发指 黄小龙眼中掠过一抹凶器 玄机拿出几张补魂符 直接扔给紫衣枪鬼 吃吧 把这几张符转吃了 从此之后 你就再也不会饱受痛处了 紫衣枪鬼 接过补魂符 用一种感激的目光 深深看了黄小龙一眼 然后吃掉符转 很快 紫衣枪鬼的鬼体上 就一散出来了一道道迷蒙的光线 他那零碎的鬼体 逐渐地愈合着 几分钟之后 那恐怖至极的形象 就变成了一个文文静静 有些青涩和朴实的女孩子模样 赫然便是莫爱卿 多谢大师 多谢大师 莫爱卿直接冲着黄小龙双膝下跪 不停地磕头 大师 我就是莫爱卿 你的身份 我早就猜出来了 好了 把你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讲出来吧 黄小龙笑了笑 是的 大师 莫爱卿陷入回忆之中 眼神中泛出一抹仇恨的光芒 咬牙切齿道 那天 我的社友 因为违规使用电器 被学校发现 因为我是宿舍长 所以 连带我一起处罚 宿舍里 加上我一共四个女生 都被罚了钱 可是 这根本就不关我的事 那天 他们违规使用电器的时候 我还阻止过 后来 我心情不好 去学校外买了东西 回到宿舍之后 忍不住与社友发生了争执 然后 呜呜呜 然后 他们三个 就 就 就把我掐死了 莫爱卿的亲口叙述 让得正将是这起悬案 终于真相大白 那分尸呢 我想 应该不会是 你那三个社友做的 黄小龙笑了笑 他们 他们把我杀死之后 就打电话 叫来了我们学校的校医 米依飞 米依飞用一口箱子 把我的尸体装了 然后带出了学校 莫爱卿眼中闪过了憎恨的表情 在米依飞的家里 有各种手术工具 他把我的尸体分解 并多点抛尸 原来杀人的和抛尸的凶手 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协同作案 红道长恍然大悟 怪不得 当时盘问莫爱卿社友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不在场的证明 所以放过了他们 而盘问米依飞的时候 他又缺少作案动机 天衣无缝 这配合 简直就是天衣无缝 米依飞这畜生 红道长恨得咬牙切齿 如今 他已经是正江市上流社交圈子里 备受尊敬的校长 可没想到 他当年竟是做出了这种 丧尽天良的龌龊事 还有 莫爱卿那三个社友 也是该死啊 哈哈哈哈 什么天衣无缝 我认为这是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才对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对莫爱卿道 你也别在这怨天尤人的 放心吧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你的仇 我亲自给你报 不会放跑任何一个害你的人 而且 他们会死得比你当年更惨 听到黄小龙的承诺 莫爱卿又是跪了下去 对着黄小龙不停磕头 与之同时 莫爱卿鬼体上的怨气 也是渐渐烟消云散了 毕竟 吃了补魂服 将零碎的鬼体修复之后 莫爱卿这形象 已经和枪鬼沾不上遍了 可是 莫爱卿的怨气淡化之后 整栋鬼楼里面 依旧存在着极为恐怖的怨气 这怨气 甚至越来越浓 远远超过了莫爱卿 这种怨气 黄小龙并不陌生 莫爱卿 我来问你 这栋鬼楼里 是不是来了一只东营厉鬼 叫做 加椰子 黄小龙目光闪烁 是 是的 大师 半个月之前 有一只东营来的女鬼 进了这栋宿舍楼 她的怨气很强 比我强太多太多了 我十分忌惮她 原本 这栋宿舍楼 还有一些残存的封印之力 不过那只东营女鬼一来 就把这些封印之力给破掉了 她让我一起 和她虐杀正将士的生人 莫爱卿对黄小龙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因为宿舍楼里 有我的怨气 并且不弱 所以 才把那只东营女鬼 吸引到了这边 她让我做她的奴隶 否则就要让我魂飞破散 这几天 我正在考虑 我也不敢贸然离开宿舍楼 否则 她会杀死我的 这只东营女鬼 她 她几乎拥有鬼王的力量 尤其是她的怨气 非常的可怕 我远远不是她的对手 可我也不想当她的奴隶 呵呵 她在什么地方 黄小龙眼中杀鸡爆闪 大师 那只东营女鬼 就在宿舍的顶楼 我带您去吧 莫爱卿恭敬的道 第949章 一家三口在处理了莫爱卿之后 黄小龙等人 跟随着莫爱卿 去宿舍顶层 寻找家椰子 其实莫爱卿虽然是枪鬼 怨气很重 但生性估计比较怯弱 所以被封印在这栋鬼楼里 长达十年 进化成了紫衣立鬼 都还没有主动破开封印 去外面荼毒生灵 目前鬼楼最大的麻烦 并不是莫爱卿 而是东营来的女鬼 家椰子 也是目前正将是 所有东营立鬼中的头目 走在楼梯上 过道里 从上面沉下来流沙式的阴气 如有实质 这些阴气幻化成为了 各种丑陋而恐怖的形象 迷惑人心 黄小龙拿出几张福传 给红道长 马出下 或冰宴贴上 甚至给莫爱卿贴了一张 小龙这家椰子的怨气 也太恐怖了 我都感觉很棘手 如果让我单独对付家椰子 恐怕 我不是她的对手 马出下理性地评估着 这家伙不会弱于杜石娘 不 准确地说 是比杜石娘还要可怕 因为她的怨念 足以置人于死地 黄小龙却是满脸兴奋之色 好玩 太好玩了 这家椰子越厉害 我就越兴奋 如果是不堪一击 那有什么意思呢 走着走着 终于 莫爱卿带着黄小龙等人 来到了这栋宿舍楼的最顶层 天台上 这个时候 天台上的怨气 就好像雾霾一样翻滚着 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一栋别墅 鲜血像是瀑布一样 从别墅屋顶往下冲刷 在别墅的烟囱上 一群红眼乌鸦在呱呱呱地叫 一个个血淋淋的人头 在屋顶上滚来滚去 这些人头都张开了眼睛 用仇视和愤怒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等人 就好像是有不共戴天之仇 小龙这个别墅 和海力超市大门口 那张海报上的别墅 一模一样 马出下眼睛一亮 嗯 这个就是所谓的 加椰子的别墅了 原来这只东营女鬼 千里迢迢地把别墅 搬到了这里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迫不及待地道 走 咱们进去 莫爱卿 你站我后面吧 黄小龙对莫爱卿笑了笑 虽然说 莫爱卿是一只紫衣枪鬼 但他这些年被封印在鬼楼里 也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坏事 所以 黄小龙也得保护他 不能让他被加椰子给弄死了 再说了 一只华下鬼 如果当着黄小龙的面 被一只东营鬼灭杀 这不至于是狠狠在打黄小龙的脸啊 当下 莫爱卿乖乖躲在了黄小龙的身后 低声道 谢谢您 大师 不过 大师您最好小心一些 我见过那只东营女鬼 她太强大了 简直不可思议 黄小龙笑了笑 竟只走向别墅那敞开着的大门 众人紧随其后 走入别墅后 只觉得屋内的怨气 比外面更加恐怖了 不知道多少倍 随意走上一步 脚下都好像是踩着淤泥一样 扑翅扑翅的作响 很是瘆人 黄小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 这栋别墅和那张海报画里的别墅不但外形一模一样 内部更加没有丝毫的区别 每一扇窗户上都涂鸦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营岛国文字 这时黄小龙看着那些东营岛国文字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小龙 你发现了什么吗 马初夏连忙开口问道 哦我明白了 黄小龙点了点头 原来 这别墅里的东营岛国文字 形成了一个极为歹毒厉害的诅咒 诅咒进入这个别墅的人 统统死于非命 因此 别墅里就聚集起来了冲天的怨气 而且没死一个人 别墅里的怨气就会增加 只要控制这个别墅的厉鬼不死 那么怨气就会持续地积累起来 永远不会消散 最终达到一种毁灭一切的程度 顿了一下 黄小龙又道 估摸着 这别墅里至少死了好几千人了 如果任由别墅里的怨气释放出去 恐怕整个正江市至少得死十几万人 听到这个骇人的数字 马初夏 霍冰燕 红道长 都吓得身体微微颤了一下 黄小龙拿出几根箱 念了火灵咒 雾霾重重的别墅内 不但大放光明 而且弥漫开来一股子神圣的阳气 这阳气 不停地在吞噬着别墅里的怨气 就在这时 只见在大厅的餐桌下 突兀窜出来一个小孩 这是一个小鬼 大约五六岁的样子 光着身子 正满脸猙獰的看着黄小龙等不速之客 他全身是血 脸上的血肉仿佛要一块块地掉下来似的 恐不至极 而且 他的鬼体 竟与之前的莫爱卿极为相似 都像是生前遭到过灵池分尸 满身的碎肉 一条一条的 就好似是用胶水给粘贴到了鬼体之上 这是一只小鬼 不是家椰子 马出下脱口而出 嘿嘿嘿 看来 这栋别墅里 不止家椰子一只鬼呀 黄小龙笑了笑 用东营岛国语言 对那小鬼招呼道 来 小朋友 来这里过来 俊雄 你快回来 俊雄 楼上 一把暴力的男子嗓音 用东营岛国语言尖叫道 那小鬼听到叫声 此溜一下 比老鼠还快 闪了一闪 就冲上楼去 他的名字叫做俊雄 马出下微微点头 越来越有趣了 刚才招呼小鬼上楼的 也不是女鬼家椰子 黄小龙似笑非笑的道 老公 该不会是那个家椰子一家三口 都在这别墅里 变成了厉鬼吧 霍冰燕祈祷 咱们也上楼瞧瞧 黄小龙迈步走向楼梯 黄小龙等人到了楼上 只见一个个房间的门 都是敞开着的 老公 应该是在那个房间 霍冰燕用手指向一个房间 我刚刚貌似看见那小鬼跑了进去 就在这时 你们是在找什么 一百音策策的男子嗓音响起 说的是东营岛国语言 正是刚才将小鬼俊雄叫上楼的声音 从一间屋子里 走出一个中年男子 戴着金边眼镜 西装革履 但衣服上 身上 都沾满了鲜血 这是一只东营厉鬼 但不是家椰子 黄小龙略微评估了一下 这家伙的实力 应当等同于华夏的紫衣厉鬼 他手中握着一把电锯 锯齿之上 布满了鲜血和肉末 还有一些内脏组织 他的鬼眼之中 充满了仇恨和愤怒 以及一种变态的表情 恐怖的怨气 就好像烧了的废水一样 在他体表蒸腾着 并扑哧扑哧地冒泡 加椰子呢 黄小龙笑嘻嘻地用东营岛国语言问道 那 那个贱人 哼 这只东营厉鬼 厉叫了一声 旋即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是左伯刚雄 加椰子是我妻子 她是个从小就性格孤僻怪异的女孩 成长过程中没有朋友 只有一只黑猫陪伴着她 在她大学时 曾喜欢了小林俊介 还专门用一个本子 记录下了小林俊介的点点滴滴 但是最终小林俊介与班上其他女生相恋并成家 加椰子后来与我成婚 生有一子 名为俊雄 小林俊介 恰巧就是俊雄的老师 我想要第二个孩子 却迟迟不得 去医院检查后得知 我患有少经症 成活率极低 于是 我怀疑 我怀疑 俊雄也许不是我的儿子 回到家中后 我发现了加椰子 关于小林俊介的日记 这只东营厉鬼左伯刚雄 竟然牢牢叨叨地讲述起来一个故事 哈哈哈哈 那你 把加椰子 和你儿子俊雄杀死了吗 用这把电锯 黄小龙嘻嘻一笑 结结结结 左伯刚雄惨笑了起来 这笑容中 蕴含了一种变态的快意 我去了小林俊介的家 把他的妻子 珍奈美杀死了 并将珍奈美肚子里 还没出生的婴儿 活活地剖腹而出 是个女婴 你这个变态 小龙 干掉他 听到这里 马初夏再也按捺不住杀气 吏声一吼 还没等黄小龙出手 那左伯刚雄 已然是挥动着电锯 朝黄小龙扑了上来 电锯发出猙獰的咆哮声 咔咔咔转动了起来 并一散出龙卷风一般的阴气 和刺骨的怨气 和我想 你比加椰子弱了许多吧 黄小龙嘴角掠过一抹淡淡的嘲讽之意 玄机身形化为一道残影 搜的一下 就出现在了左伯刚雄的面前 右手食指轻轻地戳了出去 扑 黄小龙的手指 直接戳穿了左伯刚雄的眉心 一道纯正的佛光 就好像烈日一般 从黄小龙的手指抱涌而出 渗入左伯刚雄的眉心 并且迅速蔓延至他的四肢百骸 佛光普照 扑哧扑哧扑哧 佛光对于怨气和怨念 有着净化和超度的作用 这一下 左伯刚雄手中的电锯掉落 他爆发出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摔倒在地 不断地抽搐 佛光就好像复古之躯一样 毁灭着他鬼体之中的怨气 一道道清烟 蒸发了出来 走 我们去找家椰子和那个小鬼俊雄 黄小龙再也不去理睬左伯刚雄 竟只走入了一间房 只见 在这个屋子里有一个很大的衣橱 这衣橱上面 缠满了胶带 胶带上全部都是血 而且 从衣橱的缝隙中 还不断地有鲜血渗了出来 衣橱在不断地摇晃摆动着 在里面隐隐约约发出低声的嘶叫声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躲藏在了衣橱里面似的 马初夏 霍冰燕 红道长 甚至莫爱卿 都面面相去 黄小龙咧嘴一笑 用东营岛国语言 对着衣橱笑道 俊雄 你爸已经魂飞魄散了 现在我来送你一程说完 黄小龙一挥手 砰 衣橱炸开 血浆四溅 怨气喷勃而出 第950章 灭沙家椰子 黄小龙二话不说 就将那血淋淋的衣橱给轰至爆碎 顷刻之间 无穷无尽的怨气 就好像黑雾一般 喷了出来 黑色怨气 稍微易接触到房间里的东西 譬如床铺桌椅 甚至墙壁 直接就使其变得焦黑 腐朽 然后沦为一片渣化的废墟 这怨气 太厉害了 黄小龙全身一散出神圣的金光 将后面的马出夏 霍冰宴 红道长 以及紫衣鬼墨爱卿 都护住了 黄小龙知道 这种程度的怨气 普通人一旦接触到 身体上的血肉 就会像冰淇淋一样消散掉 眨眼就变成一堆白骨 黄小龙身后的人 倘若不加保护 也就是马出夏 能够幸免于难 这时 之前在别墅一楼大厅 见过的小鬼俊雄 从衣橱中跳了出来 他两只鬼掩害人的瞪着 不停流淌出来音血 直勾勾地盯着黄小龙 他的一张脸太阴毒了 就好像是潜伏在黑暗中 责人而适的毒蛇 让人见了心头发慎 不过对于黄小龙来说 只是感觉略微有些恶心罢了 你杀了我的爸爸 你杀死了我的爸爸 我要诅咒你 我要诅咒你 俊雄冲着黄小龙七声尖叫了起来 他一开口 嘴里就不断地流出漆黑恶心的阴血 全身碎肉不停地抖动 就好像风中的芦苇 说完这句话 俊雄的嘴巴张大 嘴角就好像要把一整张脸撕裂了似的 哄 一大口怨气朝着黄小龙喷了过来 在这怨气之中 隐隐约约 浮现出来了一些东营岛国文字 形成了一个气血的诅咒 直扑黄小龙 想要钻进黄小龙的根骨灵魂之中 让黄小龙永生永世 被这诅咒折磨 灵虐 黄小龙才不管这个小鬼生前是不是无辜的 既然已经成了厉鬼 而且肯定害死过不少人 再说又是东营鬼 黄小龙的心头便只有一个字 杀 来 小朋友 我给你吃点东西 你一定很饿了吧 黄小龙嘻嘻一笑 随手甩出几张符传 至尊无上的倒立弥散而出 将俊雄喷出来的怨气和诅咒 都搅成鸡粉 然后 那几张符传 顺势就飞入俊雄猛烈张开着的血盆大嘴 俊雄舌头一卷 就把符传裹住 然后用牙齿咯吱咯吱的 把符传咬成碎屑 一口吞咽了下去 还对着黄小龙凝笑了一下 喝好吃吧 黄小龙细血一笑 不过 不过 小心拉肚子 话音刚落 哼 俊雄的腹部 出现一大团火红的光芒 然后 一团火焰 由内而外 将俊雄的鬼体撕裂击穿了 啊 俊雄迸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鬼脸剧烈扭曲了起来 然后整个鬼体都沐浴在了熊熊的倒火之中 烧得霹里啪啦响 他身上的怨气和鬼气 也被烤成一团团的青烟 直往上窜 搞定了 黄小龙无所谓的笑了笑 这一家三口的东营鬼 老公左伯刚雄 儿子俊雄 都已经给我灭杀 魂飞魄散 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家椰子了 马初夏感应了一下别墅里面的怨气 微微醋眉倒 小龙 哪怕是杀死了左伯刚雄和俊雄这两只东营鬼 可别墅里面的怨气 不但没有消散 反而越来越强烈了 老公 那个东营女鬼家椰子 一定非常非常的强大 不是他的老公和儿子 能够比拟的 霍冰宴也是开口道 他才是幕后的大boss啊 莫爱卿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 我说过 家椰子越强大就越有意思 越刺激 黄小龙兴奋地搓了搓手 家椰子就在别墅里 走 咱们去找他 看看他会躲在哪个房间 黄小龙搓了搓手 带着众人走了出去 黄小龙走在最前面 在二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外停下脚步 玩味一笑 诺 就在里面了 说完 黄小龙也没有犹豫 踏步走进 房间内 这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房间 一进去 就有浓得化不开的湿气和怨气 血腥气 扑面而来 定睛一看 只见在墙壁上 竟然像海豹一样 钉着一个又一个尸体 有男人有女人也有小孩 这些尸体被固定在墙上 鲜血滴答滴答地往下掉 顺着墙壁流淌在了地上 在房间的中间 汇聚成为了一个不小的血湖 在墙壁里面 还镶嵌着一个个人头 眼睛都是睁开着的 嘴巴里念念有词 说着一些东营岛国的鸟语 一阵阴风 不知道从哪里吹进房间 吹得人被挤发凉 在阴风之中 出现了一只只东营冤魂厉鬼 手里拿着砍刀或斧头 做事就要往黄小龙身上扑 擦 就好像进了一个屠宰场一样 黄小龙无语地摇了摇头 可想而知 家椰子在这个房间里 害死过无数的人 还将这些人的尸体 像标本一样珍藏了起来 钉在墙壁上 或把死者的头颅 镶嵌到了墙壁里面 不过 房间里却不见东营女鬼家椰子的影子 咦 老公 家椰子在什么地方 霍冰宴一脸茫然 黄小龙脸上表情似笑非笑 然后伸出右手食指 往上面指了一指 滴答滴答滴答 一滴滴鲜血 从天花板上滴落了下来 啊 红道长怪叫了一声 他的脖子上沾了一滴血 赫然之间 那滴血似乎是燃烧了起来 瞬间就在红道长的脖子上 留下了一块巴掌大小 胎记般的烟红印记 滋滋滋滋滋 红道长脖子上青烟直冒 他爆发出痛不欲生的嘶吼声 一下子跌在地上 像驱虫一样打滚 马出下 霍冰宴 莫爱卿 连忙闪开 以免被天花板上滴下来的血给见到 说时迟那时快 黄小龙直接甩了一张符转出去 贴在红道长身上 一道金光滚了过去 红道长脖子上的诡异印记 直接被抹掉了 他一咕噜爬起来 心有余悸地摸着脖子 骇然看向黄小龙 与之同时 嗖的一声 几股染血的头发 就好像毒蛇一样 从天花板上窜了下来 要裹住黄小龙等人 说时迟那时快 房间里的头发越来越多 不但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 还从地板上 墙壁上 疯狂地钻了出来 这些头发在攀爬 在蠕洞 在疯涨 整个房间 完全被头发给缠绕住了 黄小龙等人的双腿 都被冰冷的头发被缠住了 并往下死死地拖拽 似乎是要将黄小龙等人 硬生生地拽到地府中去 滚 马出下力吼一声 心念一动 便将飞剑给寄了出来 吃吃吃 飞剑化为一道锐气 将房间里的头发斩灭 但更多的头发生长了出来 一时之间 就连飞剑也斩之不尽 霍冰宴也是扔出一大把福转 效果还不如马出下的飞剑 转眼间 黄小龙等人 身体周围 就全部是头发 他们就好像是 陷入了一片 由头发组成的密林之中 房间里的空气 似乎都被头发被抽干了 尤其是红道长 感觉到了一种难言的窒息 嘿 这一招 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和咱们华夏普通的鬼王也差不多 黄小龙似乎一直在看戏 直到几人都快要被头发给缠死了 他这才出手 黄小龙也就是稍微动了一下念头 身上便是无数的剑光 冲天而起 这些剑光之中 不但蕴含了削破一切的锋锐 还有阳刚爆裂的真气 以及滂沱如倾盆暴雨般的倒立和佛力 剑光闪烁不断 就好像是一台巨大的切割机一样 将所有的头发 每一根头发 都切成鸡粉 这时 黄小龙目光极为藐视地抬起了头 马初夏等人 也是趁着危机解除之际 下意识抬头一看 只见 在天花板上 壁虎式地贴着一只女鬼 这只女鬼的鬼体 用无数透明的胶布缠着 固定在天花板上 在她浓密的头发中 隐约可见一张猙獰到了极致的鬼脸 惨白的脸庞之上 横七竖八地布满了刀痕 血肉外翻 她的鬼体 也是血肉模糊 没有一块好肉 加椰子 黄小龙嘻嘻一笑 我要吃掉你们 我要吃掉你们 女鬼家椰子 迸发出怨念深入渊海的吼笑声 整栋别墅都站立了起来 与之同时 四面墙壁上 那些被钉着的尸体 以及镶嵌在墙壁里的头颅 都发出诡异的嘻嘻嘻嘻的声音 一阵阵戚风呼啸而过 这些尸体和头颅 似乎都活了过来一般 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然后纷纷挣脱了束缚 凌空漂浮了起来 很快 房间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幻境 要把黄小龙等人 生生地拉到幻境之中 黄小龙不为所动 嘴唇轻轻开合 念诵出来一段佛经 神光扫进这个充满了怨念的房间 那些尸体 空气中的冤魂 似乎是承受不住黄小龙念诵的佛经 纷纷发出仇恨怨毒的咆哮 然后一个个地爆开了 蒸蒸的佛音中 夹杂了阴魂厉鬼暴体的恐怖声音 可恶 家椰子完全没有料到 眼前这个华夏道士 居然强横如斯 他发出一声嘶吼 猛然挣脱 开了缠绕在身上的胶带 右手一挥 居高临下的一掌 拍向了黄小龙 这一掌凝聚了 深如渊海式的恐怖怨念 怨气凝结 成为了石质 变成了一尊巨大的手掌 鲜血淋淋 罩着黄小龙的头 就拍了下来 似乎是要将黄小龙碾成碎片 马出下眼及手快 催动飞剑 由下而上地斩杀了出去 电光火石之间 飞剑刺中怨气手掌 可是 不但没有刺破怨气手掌 反而在飞剑上 沾染了肮脏的怨气 以至于飞剑的灵气 暂时被风印住了 哐嚷一声 掉落在了地上 马出下大惊道 小龙 小心点 这东营女鬼很厉害 就在这时 黄小龙这段佛经的最后一个字 也是念了出来 哄 整个房间 处处神光 就好像变成了一座圣殿一般 一朵朵红色的莲花 无中生有地绽放了开来 散发出一阵阵妖艳 而又纯粹的光芒 哄 家椰子的怨气手掌 瞬间就崩碎了开来 在神光的照耀下 家椰子周身 就好像是溃烂了一般 皮肉一块快地掉落了下来 然后直接被妖艳红莲 散发出来的光芒 焚为虚无 几秒钟之后 家椰子便魂飞魄散 哇塞 老公 你好厉害 终于把这只东营女鬼给打死了 老公 你比我师尊还强呢 霍冰宴拍手叫好道 不过 嗯 黄小龙微微醋眉 不对劲啊 我把家椰子灭杀了 为什么这个别墅的怨气 还如此强烈 对啊 小龙 家椰子的死 不但没有让怨气消散 反而使怨气更加强大了 马出下也一脸猛逼 浓浓如雾霾似的怨气 滚动在黄小龙等人周围 这是怎么回事 黄小龙心神一动 难道说 家椰子也不是这个别墅里 最厉害的鬼 不过 处理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